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 各国纷纷采取了撤侨行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还特别提及撤侨名单里 有一位是台湾同胞 掀起外界不少的讨论 以离冲突升温 包括塞尔维亚 法国 巴西等国都陆续撤侨 近期也已经有大约900名美国公民和家属 搭乘航班离开黎巴嫩 但美国国务院也强调 仍希望两国寻求外交解放 中国陆续也安排两梯次 以包机和轮船撤离215位中国公民 新厦门轮一接获撤侨行动通知 立即转往备露特港载人 许多人挥舞着手中的中国小国旗 难言总算可以回家的激动心情 只不过在中国外交部的撤离名单中 还特别提到有一名是台湾同胞 掀起外界不少讨论 共215位中国公民 分别搭乘轮船和包机 从黎巴嫩安全撤离 其中包括三位香港居民和一位台湾同胞 一个identity一起撤 中国identity撤 之前我就知道 motherland 我们motherland就是中国 我外交部证实 这名现信男子确实是我国国人 但旅居黎巴嫩期间并没有和住处联络 批评中方趁撤侨之时矮化我国家地位 明天双十节 总统赖清德将首度发表国庆演说 两岸论述是否在提及祖国论 也备受关注 记者朱峰之中健康综合报道